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先开经本第十二页 经本第十二页 从第二行第二句看起 由胜利府极乐国土众生生者 皆是阿匹拔志 其中多有一生不处 其数甚多 非是算术所能知之 但可以无量无边阿森其说 胜利府众生闻者应当发愿 愿生毕国 所以者得于如是主上善人聚会一丑 我们看这一段文 在前面 已经把郑宗坟 劝信 介绍极乐世界 一报正报庄严 介绍过了 那么接着这一段文 是正中文 是正中文的第二段 劝阅 劝我们 法院 求王山 先看 是泛文 是泛文 泛成中文的意思 善不退转 菩萨 地位很高 那么他主要的告诉我们 你看到没有 这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阿森巴智菩萨 而且其中多有 一生不出 一生不出 是等觉菩萨 等觉 破最后一品无名 妙觉 那就成佛了 七数 甚多 非是算术 所能 致志 你算 算不出来 可疑无量 阿森 其所 这无量 无辩 阿森 其 就是 很多的意思 我们不需要 去计算 他的数字 那么这个是说 世尊给我们透露说 你看到 凡是 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的 都是阿森巴智菩萨 都是 境界很高的菩萨 那么在这么多的阿森巴智里头 还有很多 是等觉菩萨 是一生不出菩萨 这个数目太多了 不是用算术 能够知道的 佛说 以无量无辩 阿森其的这个数字 来形容 让我们知道 往生极乐世界 你得这样殊胜的国宝 这众生文者 这今天我们听到了 看到有这样殊胜的利益 那就应当法院 求往生 所以此何 为什么呢 得与如是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诸上善人 等觉菩萨 我们升到极乐世界 能够跟这些大菩萨们 聚会一处 在一起 听经文法 那么 这一段 劝愿 也就是 以这个 往生后 殊胜的果得利益 劝我们 应当法院 愿生 必果 那么 明白了这个 大概的意思之后 我们 回过头来 认识 这一段经文 它的毅力 先了解 这些名相的 道理 阿比巴智 在无量寿经上 叫阿维悦智菩萨 那么 这个是 一阵法界里头 菩萨修学的境界 翻成中文 三不退传 佛告诉我们 从凡夫未修学 到成佛 我们都面对了 一个考验 那就是修学 那就是修学 容易退传 如果在六道里头 那是 退得一塌糊涂 那 你这一退传 淡雅了 你的道业 有的 这一退传 很难 还有回头的机会 所以 无论如何 总得想方法 如何处理六道 不单单只是 他的国报严重 你修行 这样的 进进退退 你到哪一天 才到头啊 而这种退传 往往还是 进得少 退得多 为什么退传呢 很难坚持住 你的出发 为什么很难坚持住呢 因为 外头的诱惑太大了 再加上自己内心 坦诚迟慢 是不断地在增加 所以容易退传 你看 修行 从三善道 一个不小心 堕落到三途二道去 你说有处理的一天吗 有 但是呢 无量解 这三途二道 得论我们现前的业场 你国报现前 你就得还债去 造什么恶因 你就得还什么样的债 该还的了 这还得差不多了 过去 我们也造了一些善 才有机会 再来三善道 投胎 那你说投胎到三善道来 天 阿修罗 我们很难取 为什么 富报要很大 阿修罗 纵然是烦恼习气 重了一些 但是他有天赋 也就是说 你三途二道 国报受尽 再来 顶多 生到人道而已 什么 引到人道来呢 无界十善 中平的 无界十善 牵引着我们 来投胎 同样投胎做人 但是呢 个人的 造的业 习气不一样 那么 在人道里头 国报也就千差万别了 那么 凡是从三途二道来的 都绝对不会有好国报 那 你看那些烦恼习气重的 贪嗔痴慢重的 那这个 盲龙阴牙 吃恶惶狂 多多 都是 愚报 未尽 那 愚 就是 过去生 已经在这三二道 太久了 那你一说 那你一说像这些烦恼习气重 贪嗔痴重 盲龙阴牙 吃恶惶狂的 被世尊列为 学佛 罢难里头的 一难 意思就是说 纵然 得人生 投胎做人 想要再遇到佛法 难 这就退转了 因此 世尊给我们定了 你在修学上 至少 最低的底线 要达到不能退转 那个不退转 最低的限制 叫未不退转 什么境界呢 断三戒里头 八十一品的贱货 正出国需托还 出国圣人 虽然烦恼没有断尽 但是你达到 这样境界的话 你修行 纵然 寿命到了 还没证四国阿罗汉 不怕 死了以后 升天去降福 你看这出国需托还 升到天上去 有没有修行呢 没有修行 天福 那个享乐 诱惑力太大了 时间也很长 福报想完了 寿命到了 这出国的圣人 又回到人间来 佛保证 不躲三二道 那么他再来投胎做人 有的 前身的事情 修行的事情 通通忘光了 但是不怕 大菩萨 上护念小菩萨 自然 由 上之时 护念 到 因缘成熟的时候 他忽然间 豁然开悟 记起 自己 过去的修行 然后他又继续修行 如果这第二次 又还没能 镇四国 阿罗汉 又死了 又到天上去 第二次升天 还是这样子 寿命到了 又再来投胎 同样的 又是历史重演 那么 像这样 天上人间 来来往往 不超过七次 一定 正四国 阿罗汉 所以佛给我们 宪定 你在修行上 至少 正个出国 虚头还 那叫 胃不退转 这个重要 因为他胃不退转 他回到人间来 他 继续过去生的修行 这样往返 七次 他就正阿罗汉过 虽然时间长了一些 但是 还是能够算出来的 七次 那么如果你说 你没有振着 胃不退转的话 给你升到天上去享福 受命到了 再来投胎的话 一个不小心 就到三途二道去 这一道三途二道去的话 不得了 无量级 那么你说 多少个可以到正出国去托转 世尊那个时代 正出国的人 很多 正法呀 到咱们今天 这末法时期了 真的 你说要断这个烦恼 正出国去托转 恐怕我们 做不到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 阿罗汉 批之佛 虽然断了烦恼 在偏证涅槃里头 他认为自己够了 所以 诸佛 详尽方法 就是要让这些小乘圣人 如何看清楚这个事实真相 那就是 学着脱开心量 要度众生 心量打开了 发心做菩萨了 这个时候 他的境界提升 叫行不退传 也就是 在修行上 他已经是菩萨了 他不可能再退到小城去 那么这些行菩萨道的菩萨 一直到他境界提升 把这个三界 所有的烦恼统统断尽 我执没有了 分别放下了 叫破一瓶无名 见一封证信 那么他施法界也没有了 入一阵法界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里头 原叫处住菩萨 才破第一瓶无名 这个时候 就叫念不退传 念是念头 他看到了这宇宙人生真相了 心 佛 众生 三五差别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 心心念念 都发大心 为元臣佛道 勇猛向前 所以叫念不退 那么如果说 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这三种不退传 要做到圆满 那是第三十八年级 八地菩萨 这个时候 才叫元振三不退 那么就是此地讲的 阿匹八支 那你看看 阿匹八支 那是境界多高的菩萨 从刚才讲的 你要花多长的时间 到阿匹八支呢 从那个出国虚头环算起 虚头环天上人见 七次往返 正阿罗汉 没有讲多少年 多少节 阿罗汉最少 快的 就不比那么久 最长的 不超过两万大节 回小向大 就是放下他的这个 小沉浸界 发大心 做度众生的事业 那么不这些菩萨 在十法界里头度众生 他要断沉沙烦恼 佛没有讲多久 无量节 沉沙烦恼断尽了 破一瓶无名 见一份真心 从初驻菩萨 修满三十个位次 十诸位 十行位 十回向位 用一个阿僧奇节 一个阿僧奇节 换算我们的年份 一千 后面八个万 一千 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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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年 这是一个阿僧奇节 前面一个一 后面好像是四十七个零 这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数学单位 然后 前面三十个位次 修一个阿僧奇节 第二个阿僧奇节 从初地到七地 第三个阿僧奇节 八地 九地 十地 然后就等约 那你看 这就是一个修行人 从初国叙托环算起 他要经历五量阿僧奇节 他才修到八地菩萨 远正三不退的菩萨 那跟我们这个建佛求榜生 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词地讲的 极乐国土 众生生者 皆是阿僧八支 要我们注意的是 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都叫阿僧八支 佛祖里没有讲 这我生到极乐世界要多久 我才是阿僧八支 没有 众生生者都是 那我们疑惑了 我是那个一瓶烦恼都没有断 大业往生的 攀附 但是我临终 我支持明浩 真的是达到一心不乱 蒙阿弥陀佛皆引 把我带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请问 我要什么时候才到阿僧八支呢 那么这一桩事情 在极乐世界 他就有两种状况 一种叫自己修行的境界功夫 另外一种叫得佛力加持 什么叫得佛力加持呢 阿弥陀佛加持你 提升你的境界 什么时候 一到西方极乐世界 佛力加持 皆作阿弥陀佛之 那么这就是第一个讯息 不管你 大业往生 品位高也好 品位低也好 一升到极乐世界 如果说论 佛力加持的话 这个时候 我们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之 那如果说是自己修行功夫境界呢 经上也没有说需要多久 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修行过程 来比较的话 你在极乐世界 要修到断烦恼 正阿罗汉 发心做菩萨 明心见性 一直到八地菩萨 快 什么原因 极乐世界 我们在前面介绍就提到了 阿弥陀佛 臣佛至今已尽十节 十节的时间 跟无量节相比较 十节不长 但是你看这个时候 极乐世界 就已经有无量无数的菩萨 身文之中 共进围绕 那么去往生的呢 去往生的大多都是烦恼 没有断的凡夫 你劝阿罗汉念佛求往生 他不敢 十法界里头这些菩萨 你劝他念阿弥陀佛求往生 他不信 所以这个法门 特别是为咱们六道凡夫 量身定做的呀 因为我们苦啊 那么多没有断烦恼的念佛人 往生极乐世界 很快他就断烦恼 生阿罗汉 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菩萨 阿罗汉在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明白 这是两回事 按两张事情 一个是讲自立 你自己修行的功夫 另外一个是讲佛力 那如果论佛力的话 一往生 皆是阿皮八支 这个是一往 那么 为什么 阿弥陀佛要发这个愿 这我们一往生极乐世界 借助阿皮八支呢 阿弥陀佛慈悲啊 这一往生极乐世界 论佛力加持 你就是菩萨 何为菩萨呢 信心念念 为苦难众生 你这个时候的身份 已经不是 那个自私自利的凡夫了 是菩萨 菩萨度众生 度有缘众生 六道娑婆 这个跟我们原生的太多了 所以你这一往生 去西方极乐世界 当下就能倒架此行 回来做菩萨度众生的事业 但是 回到这六道娑婆来 凶险太大了 你要没有真功夫的话 能度众生吗 你看 念了无量节啊 多辛苦 今天才叫蒙佛接引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一去了极乐世界 做了菩萨 第一个念头 就想着度有缘众生 匆匆忙忙 就赶回来度众生 如果度众生的当时 没度好 度不了众生 反而被六道说婆的 这些众生度走了 极乐世界回不了了 那你说这不叫得不偿失吗 但是 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给你保证 绝对没有这么一回事 没有说 我去了极乐世界 那我回来度众生 度着度着就忘了回去了 回不了了 不行 那如何保证 我一定能回得了呢 借做阿批八支 但是这个阿批八支 不是我自己修的 那如果你说 要我自己修的话 虽然说 在极乐世界 断烦恼快 总得不能说 快到一到极乐世界 马上就断烦恼吧 还是有时间的 但是我急啊 你可能六道娑婆 多少苦难众生 等着我去度胎啊 你这菩萨的心 一发起来 阿弥陀佛加持我们 你一到希望极乐世界 得佛力加持 皆得阿批八支 不退转的这种境界 你任何时候 都可以再回到六道娑婆 来度众生 阿弥陀佛 也不担心你回不了 都已经阿批八支了 都叫三不退转 你这个时候 信心念念 都是原成佛道的呀 这就是得佛力加持 去到极乐世界 以这样殊胜的身份 我们随时都能够回来 度重生 那如果是论自己修行的功夫啊 那极乐世界的每个菩萨 依着自己的更性 那早晚还是有差别的 虽然有差别 却有一个共同的 那就是什么呢 在极乐世界修行 你不退转 只有进 不会退 只是进得多 进得少 人家进九步了 你进三步 你就被人家抛到后头去了 但是不至于说我退了 这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不退转 那么你看 极乐国土众生生 生者皆是阿皮八次 从这一点 我们去想着 阿弥陀佛创造这极乐世界 他发四十八愿 他的这种良苦用心 佛力加持之下 把我们的境界提升到阿皮八次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其中多有一身不处 这境界就更高了 刚才讲的阿皮八次 八地菩萨 一身不处 本觉菩萨 那这个呢 神论自己修行的功夫了 你都已经到八地了嘛 所以在功夫境界上 很快就到一身不处菩萨 这个一身不处 本觉菩萨 破前面四十品无名 留最后一品 神像无名 那么他 本十节因缘 哪个世界 众生跟他的缘 具足了 这个等觉菩萨 这个一身不处菩萨呢 那么他就以八项成道的 这个规矩 到世间来 视线做佛 那么这就是一身不处菩萨 好比 释迦牟尼佛 是我们衔接的第四尊佛 那么他老人家预言说 将来 将来我们这个世界迎来的第五尊佛 弥勒佛 弥勒到现在还没有成佛 他还是菩萨 等觉菩萨 那他在哪呢 在玉界天 第四尘 斗帅天 内院 那个是 补处菩萨 住的地方 他在等 等十节因缘 聚足了 弥勒菩萨 他也一样的 蛇兜率将王公 气味出家 苦行穴道 八项成道 度那个时候的苦难中山 所以还没成佛以前 他这个时候是等觉菩萨的身份 是预备着要成佛的 所以称为一身补处 那么告诉我们 在极乐世界 像这一种一身补处 随时都等着到他帮国土去做佛的 其数甚多 不是你算术所能 只值 只能够以无量无边 阿森齐这个数字 来形容 所以 极乐世界不只是一王身 皆是阿皮八字 极乐世界像这些轮流 等着去做佛的 这种一身补处菩萨 那就太多了 《华言经》里头 给我们介绍 整个宇宙 虚空法界 有多少佛国土世界呢 熟知不尽 那么多的佛徒世界 只要众生有感 佛就视线 做度化的工作 而且 而且一个佛国土里头 也只能有一尊佛出现 不能同时有两尊佛 这一尊佛视线 跟他有缘的众生 度了 法缘尽了 那么这一尊佛就要视线 入半涅槃 我们讲死了 缘击了 然后才有第二尊佛 再出事 那么既然世界无尽 每一个世界都会有诸佛出现 因此 众生修行 就以这个原尘佛道 为终极的目标 十方诸佛在自己的国土 讲尽说法 他就是要给我们这些六道里头 迷惑颠倒的凡夫说 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你什么时候成佛而已 让我们看清楚六道 因果 宇宙人生的真相 善根利的 依着这方法修行 善根 顿的 不能断烦恼的 诸佛就劝你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不管你断烦恼 到毗卢尽那佛的华藏世界去也好 你浮烦恼念阿弥陀佛 多少跟我有缘的苦难众生 等着我去教化他们 而这些所谓等着我去的苦难众生 等于说 他就是死经眼 非得等到你成佛了 你成佛了去度他 不可 别人去行吗 不行 佛不度无缘之人 所以你说到这个时候 从原教出诸位 这个菩萨算起 等于是 明心见性 看到这个事实真相 他才真正透彻明了 所谓普度众生的这种事情 所以他才叫信心念念 为原成佛道而修行 十法界的菩萨 还没有看到这个事实真相 你说他度众生吗 度 看到众生受苦受难 发起这个一念慈悲心 但是他不如一阵法界里头的 这些明心见性的这些菩萨 那么世界那么多 苦难众生那么多 就必须赶得那么多的佛 来视线度化众生 当年的伐葬比丘 跟老师周遍寻礼去看 一切诸佛国土的时候 也看到了这个事实真相 你说 六道众生能断烦恼的 要花多长的时间 才去到华藏世界 去跟文术普贤学习 能去 了不起了 不能去的 他更多 诸佛会下这些 不能断烦恼的学生 法战比丘发明了这个 念佛带业往生的方法 然后带着这个烦恼吸气 升到他 创立的这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极乐世界 又要坚持住 无忧众苦 但受主乐的 这个原则 所以 他发了这四十八愿 把六道众生 我们的这些难处 都给 圆满了 等于是 你有这个缺陷 没关系 只要你肯念阿弥陀佛 只要你蒙佛接引 来到我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你就不必操心 你以前在六道里头 乃至于你造了极重的罪业 都不可能在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先报 大家去了解 阿弥陀佛这四十八愿的内容 你就认识到 当年伐藏彼丘 发这四十八愿 他的逻辑思维 正正七六道众生的更新 所以我们这些代业往生去的 是这样子 借助阿弥陀佛志 那么可以去过一说 圣道极乐世界的佛力加持 就是阿弥陀佛志 你要告诉这些阿罗汉 辟知佛菩萨 他们不相信 这怎么可能呢 你看 从修音来算起 这个我们常常听经 都明白了 从那个凡夫胃 要到阿罗汉 到全教菩萨 到一阵法界 吃了多少苦头 那么你这个生死凡夫 短短几十年念阿弥陀佛 直辞明昊 临终前一心不乱 蒙佛皆饮 很多 这些大修行人 不相信 不愿意接受 有少部分的 也勉强 说接受 为什么 他也确实看到 人家这个念佛的 能够预知实至 无疾而终 那你不能推翻人家 这样的 所谓的预知实至 无疾而终的 这种功夫境界 所以他也同意了 好吧 我是修断烦恼法文的 就算你说你服烦恼 也可待业往生 勉强信你吧 那么 果得呢 那大概下 我下那么深的功夫 才断烦恼 才挣阿罗汉 或者做菩萨 下的功夫生 因 得的果报 是不是也比较重 那么你今天 大一夜往生 你下的功夫 不如我 因为我断烦恼 你不过付烦恼而已 你下的功夫浅 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虽然得阿弥陀佛的加持 你的果报 应该不如我 但是现在 他一听到说 极乐国土 众生生者 皆是阿批八字 还那么多的一生 无处 这怎么想也不可能的事情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 让大家想一想 学校读书 这个华藏世界 我们把它形容为名校 入学分数 你得断烦恼 考一百分 你才进得了这名校 阿弥陀佛 这个浮烦恼 这所学校呢 一般 五十分 五十分 浮烦恼而已吗 没断 那你看 这两所学校 一个要考一百分 才入学 那个五十分 就入学了 那么 以我们一般的一般的想法 一般的想法说 这个名校考一百分的 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 那文凭吃香 那么你这个扑扑通通的 这个 门槛不高的 纵然能毕业了 你的文凭拿到外头去 人家一看 哪来的 这所五十分就可以入学的学校 没有人看得起你 诸位 我说这个比喻 大家容易明白了 但是你看看 这个 升到华藏世界去的 还要三大阿僧齐杰 他才到十地菩萨 或者说 两大阿僧齐杰 他才到阿匹八治 不退转 这个我们五十分的这个学校呢 去到极乐世界 很快 你就断烦恼 很快 你就做菩萨 这还是自己的功夫啊 如果说论阿弥陀佛加持的话 一往升极乐世界 你就是阿匹八治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那个时候啊 所得到的 所有一切殊胜功德利益 远远比起那些 阿罗汉辟之佛全教菩萨 乃至于一阵法界里头的菩萨 我们得到的都比他们多 都比他们殊胜 因此 这些菩萨们 这些二臣圣人能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你说 诸佛怎么可能骗我们呢 而这些阿罗汉辟之佛全教菩萨 不想信 偏偏让我们这些啊 六道里头的生死凡夫 我们信啊 所以你这一生啊 才肯发愿求往生 你看 世尊慈提讲 舍利弗啊 众生闻者 应当发愿 愿生毕国 谁愿生毕国了 这些听到阿弥陀佛名号的人 众生闻者 遇到这净土访问的人很多啊 你信不信 前面讲的 皆是阿匹八支 其中多由一生不出呢 如果你信的话 那么 你自然 这个时候 应当发愿 愿生毕国 这是 对着一个 向道 有道心的人 而说 我信心念念 我知道修行要出轮回 我知道修行要圆成佛道 而这个修行轮回 在那么多的修行法门相比较之下 唯一由着净土念佛法门 是我唯一的选择 因为它无需断烦恼 其他那些需要靠 其他那些需要靠断烦恼 出轮回的 好 好归好 我做不到 所以我选择了这净土念佛法门 那么一听着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对于 刚才讲的这些 皆是阿匹八字其中多 有一生不出 师父 你说那些阿罗汉辟之佛 那些菩萨听了都不愿意相信 为什么我一听我就相信 难道我还比那些阿罗汉辟之佛强吗 不是 论修行功夫境界 论神通道理 我们真的不如他们 人家断烦恼 你一凭烦恼什么都没断 那我凭什么 我今天一听这一句名号功德 我就肯信肯发怨肯求往生 别的我不如这些圣人 但是 对念佛求往生的这一念善根 他们不如 而这一念善根 不是你这一次念佛才有的呀 你今天听到这净土法门 肯信肯愿肯行 无量节以前 你甚甚是世修行 你都是念阿弥陀佛的 没有成功往生而已 在诸佛会下参学 诸佛都劝你念阿弥陀佛 如果你生到娑陀佛世界来的话 你看梵王经上 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 我这一次来做佛 不是第一次 第八千次 所以你每一次来娑婆世界 投胎的时候 遇到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劝你念阿弥陀佛 我们也会投胎到他方国土去 你到他方国土 你在诸佛会下 诸佛仍然叫你念阿弥陀佛 这诸佛为什么不教我修其他法门呢 你修不了 佛给我们说法 决定弃你的鸡 如果今天你有这样大的福报 身在有佛的世界 佛给你介绍的那个法门 一定保证能够让你的利益 所以过去我们在诸佛会下参学 诸佛劝我们念佛 你也念得勇猛精进 但是没有成功往生 那么至于没有成功往生的 那是肯定自己在修学上有障碍了 所以信这个法门的这一念善根 咱们老早就有了 如果不思甚深事事有这样深厚的善根 于此正法不能乱 你随随便便去找几个人来念佛 劝他念阿弥陀佛求往生 不见得他愿意 那些对经教都通达的这些高僧大德也好 这些大善知识也好 你劝他念佛求往生 也不见得他都能接受 你说净土法门道理他懂吗 他懂 甚至多少也能够给你讲无量寿经 也能够给你讲阿弥陀经 也劝我们念佛求往生的 他讲的道理一样 这净土法门就是福烦恼让我们这些不能断烦恼的凡夫 待业往生的 劝我们往生求往生 但是他自己不信 他自己不肯念这句名号求往生 他是由他自己修行的法门 你看 想这样的也有啊 所以诸位 如果你觉得自己今天一听到这个法门 无比的欢喜心 有的甚至连求往生信愿行 这个道理他都还搞不明白 但是一听到阿弥陀佛名号 他就深欢喜心 一念阿弥陀佛可以眼泪滴滴答答的流 恭喜你 你那个身后的善根不可思议 造成你甚深事事没能往生 不是这个法门不灵 也不是你不用功 只是灵命中的时候 一定出了某一些状况 至于什么状况 不知道 后面才会给我们介绍 总是有一些障碍 障碍住你啊 灵中 断气前 你那最后一念 没有办法 一心不乱 支持名号 所以不能与阿弥陀佛感应道教 那你积乐世界就出不了 那我这样修的这个功夫呢 如果不能往生的话 白费了 没有 功不当决 没有白费 再来投胎转世 所有的这些善根啊 都在你的巴士田阿赖耶士里头 跟着再来投胎 也就今天来了 在特殊的因缘情况之下 又让你听到阿弥陀佛 听到这尽头法门的经论 每一身欢喜心 这都是过去的善根 那我们今天呢 一身的念佛 实在讲不多 今天是借着这一身念佛的这个缘 这一份功夫 去跟你啊 累积很多了的 这些念佛种子相应 今天你念佛 给自己善因啊 这一身是你的缘啊 无量节以来 我念佛没往生 但是这一些念佛的功德 没有丢掉 收在阿赖耶里头 这是你的种子 种子 你给它什么样的条件 我今天这颗种子 我把它施肥 浇水 肥沃的土壤 很好的阳光 种种条件具足 那你看 我这个种子就发芽了 种子是无量节来的念佛 阳光 土囊 水分 是你这一身的念佛 这一身的善缘 去感应你过去生的善因 临终一心 临终一心不乱蒙 佛皆淫 是现世的果 往生极 往生极乐世界 是来世的果报 也就因为如此 只要你这一身善缘 这念佛的善缘 我们做到了 再把临终一些会来搞乱的 这些来障碍我的 我们把它防范 不要让它发生 愿我临终无障碍 你才感到阿弥陀佛远将淫 那么这样就能往生 那么我们过去 不是你善根不够 不是你念佛不够 是什么呢 是你 临终有障碍 何以知道我今天善根具足了呢 要不的话 你今天不肯听了之后 死心塌地的念佛 这今天一听到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看到没有 这个善根老早就已经有了的了 不需要你现在还要拼命地去修这个善根 你今天不过是把这个缘给固好 那你说 无量节造的罪业 这今天轻轻松松的几十年念佛 只要敢得阿弥陀佛来接引我 我们所有一切没有现报的这些罪业 都能够消除 这是多么殊胜难得的呀 而升到极乐世界 因为是阿匹八字 是一生不处 这样大的殊胜利益 佛劝我们应当法院 愿胜必处 为什么说我去的很容易 就是阿匹八字就一生不处呢 底下士尊自己回答说 所以者 我劝你们都愿胜必处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得以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这一句话 在极乐世界重要 用在咱们今天娑婆 在修行环境上重要 上上 那就是大菩萨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能与这些上善之人聚会一处 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你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七宝讲堂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那么这个 我们得认识 佛国土的境界 佛土 从境界上说 分为四种 叫四土 最低的 凡圣同居土 凡 就是我们凡夫 这个六凡 圣呢 勉强地说 出国 二国 三国的圣人 他们 这个 确实是圣 虽然没有处理轮回 但是 为不退吗 不会再堕落到 三土二道去 所以 这个叫凡圣同居 都在一起 那么六道凡夫是业力 社寿 来投胎的 所以我们 是同居的会土 无会的会 染物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娑婆六道 叫业暴土 怎么形成的呢 业力所感召得来的 这个国土好不好 周遭的环境好不好 跟佛没有关系 完全是自己的业力感召 那像这些出二三国的圣人 诸凡圣同居 净土 他那个就清净了 断了烦恼阿罗汉 辟知佛 境界提升 神方便有鱼土 有鱼 他还有习气没有断 所以这个地方 不过是方便法而已 不是终极目标 到什么时候 他修到断烦恼了 入一阵法界了 神时报庄严土 那个叫大菩萨的境界了 最后成佛了 长极光境土 这个就是一般佛土 这四个阶级 叫仕途 那么仕途呢 有隔阂 所谓隔阂的意思是 境界高的 能知道境界低的 境界低的 你看不到境界高的 好比学校读书一样 大学生 他能够知道 小学中学的课程 因为我读过嘛 那么你小学生 你就不知道 人家中学大学读什么了 是这个意思 那么当年法掌比丘 看看释放诸佛国土 有错吗 没错 为什么 修行的境界本来就是如此 你是凡夫 你就乖乖地待在凡夫位 你去管人家 阿罗汉 你去管人家 菩萨干什么 但是 法掌比丘 他法院 不行 在将来 我的这个世界 既然我的招牌是 无有众福 但受诸乐吗 那你说 大业往生 来的这些凡夫 来到我 你什么境界 方便有余土 极乐世界肯定没有汇土了 一定是净土 那么 我在方便有余土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石暴 装 沿土 我看不到 方便有余土 我起烦恼 众生要一起烦恼的话 那你这个世界 才怎么能叫极乐呢 你不是告诉人家说 你无有众福 但受诸乐吗 我现在看不到阿罗汉 我看不到菩萨 我起烦恼 所以法掌比丘 阿弥陀佛 大院里头发了 这个极乐世界 一审一切审 也就是 不管你是带业往生来的 不管你带的业多也好 带的业是少也好 一生到极乐世界 不管你在哪一土 四土圆融 圆融的意思就是 没有隔阂 你是小学生 往上看 中学大学的课程 你一目了然 这就是 华藏世界里头 没有障碍的法界 所以 在极乐世界 虽然也四土 但是四土圆融 没有隔阂 也就因为如此 我们 胜到极乐世界 我们肯定是 凡胜同居土了 最低的了 那我是下下平亡生的 那个说要等十二节 才花开见佛的那个 我 这个凡胜同居土 胜到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呢 同样跟 其他的菩萨一样 主上善人 聚会一处 那这个了不起啊 我一瓶烦恼 都没有断 但是我在极乐世界 我眼里看的 文书铺鲜 观音世之迷勒 哎呀 都跟我在一起啊 那你说 在一起有什么了不起 那你看 这就是极乐世界 修行的死场不同 与善人交如入 知难之事啊 那像我们今天 在这六道说法 叫与恶人交如入 泡雨之事 好像什么呢 好像你去到 那个卖鱼的 那个市场 你一直转一圈出来 虽然你手们 有去沾这些鱼 但是一出来的时候 嗅一嗅你身上 全身都是鱼腥味 这个叫做 你要跟着恶人交啊 就好像去到 这卖鱼的地方一样 那你看咱们今天 六道说法 那叫什么 猪朋狗友 聚会一出啊 这一句 不是骂人的话 什么叫猪朋狗友呢 障碍你的道行 你说今天咱们 在这六道里头 你一点点的道行起来了 你发心要修行 我看看自己周遭身边 你有多少个叫做 知音人 好同餐 好道友 善知识 天天在提醒我们 要勇猛精进的 恐怕没有 所以你才感觉 今天在这六道说婆 你纵然有道行 你取告 何果 多少人能跟我们相应的 没有 而且是 道告一词 反而魔告一诈 这障碍就来了 愿亲在主 饶不了你 这愿亲在主 他不希望我们修功德啊 虽然你说 我修功德 我通通回向给你们 谁稀罕你的功德啊 我不要你的功德 我要把你拉扯住 咱们 生生世世 在这六道轮回里头 这样子 我们过去的这些恩恩怨怨啊 才有得算啊 所以在一生修行道上 愿家对头 愿亲在主 长道啊 有的 你肉眼看到的 你修一点点功德了 这些愿家对头 有意也好 无意也好 他就是要来破你的功德 障碍你 让你修不到圆满的功德 还有那些 你肉眼见不到的 愿亲在主 而这种愿亲在主呢 特别是在你 晚年临命中的时候 这个是关键 来障碍我们 你是念佛求往生的 他希望你 不能得一心不安 就这种事情 甚至 魔王也障碍我们 你不是要处理轮回 求生极乐世界吗 魔王不愿意我们处理轮回 魔王希望我们 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 那他唯一能够迷惑我们的 就是 你 求人天福报 魔王都能处理轮回 甚至迷惑我们的 执见 让你误以为 有世间这些慈善 甚至也做佛门的这些功德 他不给你讲 了生世世 轮回 你念阿弥陀佛的 他不给你讲 往生极乐世界 他要你 把功德通通回向 让自己来生 大富大贵 那你说 今天咱们修了功德 求身体健康 求家庭平安 求事业顺利 求全家发财 都错了吗 我看 每一个学佛人 过过都在认真的求 那你说 这找我学佛了 难道不希望身体健康吗 哪个不希望 我们的儿孙出入平安 哪个不希望 我们这个家族 能够发大财的 人之常情 这样一说的话 合理 所以你看 把自己辛辛苦苦修来的功德 只求这人天福报 而且你这么一求的话 得不得 得 而且得得很快 众善因 必得善报 而把这个 往生的资粮 给耽误了 到灵命中 你也念佛求往生 那个时候你才警觉的 我这一生 我修的功德 都跑哪去了 不见了 不是不见了 你已经把它用光了 你修那么多的福报 做佛门 多少这些慈善 你在佛门 修多少功德 都跑哪去了 已经被你的回向 转为人天 有漏福报 甚至到你晚年 灵命中的时候 你福报真大 但是呢 在念佛要求往生的时候 派不上用场 因为念佛往生 是要你的功德 后头讲的 不可以少善 跟福的因缘 得生必过的 你必须要 大善跟大福的 大因缘之人 你才叫做 信愿行俱足 不然的话 但靠你现在 这些人天福报 灵中不能往生 如同六主能大事 所说的 断烦恼出轮回 这一桩事情 靠什么 靠你的定 靠你的会 福报修得再大 与疗生死 断烦恼出轮回 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说 福报大就能出轮回的话 那你看 那些修大福报的人 谁修大福报呢 你看 大富人家 这些有钱人要修福报 容易啊 你穷一点的 你就是想修福报 心有余预力不足啊 那有钱人 这些人 越修福报就越大 福报越大 顾顾都出轮回去了 没这个道理 你要知道 什么原因让你 待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呢 烦恼 你造业 那么造了业 这个烦恼 凭什么来解决呢 凭你的定 凭你的会 经上讲的 一定会利 降服魔怨 这才能够处理轮回 福报再大 不能降服你的魔怨 福报再大 不能帮你断烦恼 那么佛门里头修福 这种事情有没有 有 你看佛不是也劝我们 要福会双修吗 你看佛不是叫我要修福吗 所以魔王也劝你 修福啊 把你所修的一切功德 换取人天福报 不给你讲聊生死 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你这样一听就相信的话 那么你就上了魔王的当了 那么给主位说 就在咱们今天这个末法时期啊 你在修学道上 这种邪知邪见 这样的邪识说法 太多太多了 那你就知道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间 莫要说上善之人 真的 你想找个好同参道友 你想真正依止一个善之时 难 难在哪呢 难在中言逆耳 耿道相应的话 不好听啊 今天叫你放下耳孙 放下财产 一心的 雇主自己的烦恼吸气 你说 多少个人听得进去 这就是中言逆耳 那你看魔王给我们的呢 他横顺我们众生的习气 你要福报 魔王叫你去福报 你要儿孙 魔王也成全你天伦之乐 甚至魔王还鼓励我们 横顺自己的贪嗔痴 偶尔造一点杀盗淫妄 有什么关系呢 横顺我们的习气 那么我们一听 自然就相应了 那今天叫你打佛气了 叫你持戒了 叫你念佛了 我们一听 你的烦恼习气 不喜欢听这个呀 所以他就叫你远离远离 你才知道 这今天我们找不到老师 找不到善知识 那么老师善知识 看到你的修行 阳奉阴违 你这个哪是真念佛人 哪是真修行的呢 你这个时候 纵然遇到好老师 老师也只是敷衍你而已 为什么 遇到你都不是真心要求法的学生 老师不需要给你负责任 所以才说今天我们遇到善知识 周遭看看 你没有好同产 那这样的话 这修行道上永远是孤零零的 孤家寡人一个人 修成什么个模样都知道 你才知道 六道娑婆里头 我们在修行道上可怜 那如果你说是与恶相应的 与贪嗔痴相应的 我才说 这些猪鹏狗油就多了 你只要齐心动念 跟贪嗔痴能相应的 好像安排好了一样 周遭天天引发我们 骑贪嗔痴去照杀道淫妄的 这些人 这些事 太多了 那你说师父 为什么那个极乐世界 能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为什么咱们这个说佛六道 是猪鹏狗油聚会一处呢 不要怪人家 要回过头来 看看自己 看看自己周遭 是哪些人 哪些事 跟我相应 如果你说是恶人恶事 与我相应 你怪他们吗 错了 这些恶人恶事 会跟我相应 错在我 不在他们 为什么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要没有这个恶念头 恶磁场 或者是以前造作的恶因的话 这些恶人恶事 不会来找你 那怎么办呢 行有不得 恶要返求诸己 所以遇到这些恶人 遇到这些恶事 现前的时候 第一 要生起惭愧心 忏悔心 对这些恶人恶事 要生起感恩心 只有这样子 你才能转烦恼为菩提 那么这样 我的善知识 我的好同餐 他才能感应到 你这个人真正叫有道心 相学 你看 遇到这样的恶人恶事 尚且 如如不动 这个就是 我要亲近的人 那么这样子 你才能感得 善知识 好同餐 我们聚在一起 所以今天 自己找不到老师 自己没有同餐道友 要回光 自照 这个 是我自己 不善 那么今天 在我们的六道说破 因为我们是夜报生 我们是被业力感召来的 这些恶人恶事 你也不必懊恼 前世的业因 必然赶得今生的果报 不过是今天我学佛了 我知道前世因 我知道现世果报 就在这佛法里头 我做个转变 就是刚才我说的 常生 惭愧心 忏悔心 要有感恩心 只要你有这样的念头 那么 现前的这些恶人恶事 当下就能转 一转过来了 虽然不能叫说 是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这个时候你眼里再看这些恶事恶人 你只看到的都是他们的光明 你肯定能够从这些恶人恶事里头 让你学道 教育你 让自己在这个道上 不退失这个道心 更勇猛精进 你是念佛的 让你更勇猛精进的念佛 我信心念念是求往生 不是为求人天福报而来的 但是人家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是阿弥陀佛的法信徒 不是夜暴徒 人家阿弥陀佛一早就已经设计好了 整个极乐世界一正庄严 就是让我们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 所以我们的待夜往生 一去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大愿力加持 你那个烦恼起不了作用 这才感到所有大菩萨 跟我们聚会一处 那今天我们的娑婆六道 是夜暴徒 无可奈何 但今天明白这个道理 夜暴归夜暴 我就要在这个夜暴徒里头 面对眼前的烦恼习气 这些恶事恶人 我要能看清楚他的前因后果 然后自己要能稳住 啊 转烦恼成菩提 至少也是与这些善之时 跟这些好同参聚会一处 那么世尊这样告诉我们 你看他 这西方极乐世界 除了阿弥伐志 一生不处 因为你在极乐世界 能跟这些大菩萨聚会一处 因此众圣闻者 应当法愿 愿圣极乐世界 世尊正宗分里头 以这个劝我们法愿求往生 那么心愿劝啊 正宗分向下经文最后一段 这是最重要的 把念佛法们的修学纲领 教导我们 今天时间到了 下一档课 继续再为大家报告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